需要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来提醒我们 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但仪式感未必是一些具体的 物质层面的行为 也未必是某个特定的日子或时刻 更多的是一种人对生活的态度 每天的认真工作 学习或者健身 都是一种让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变得与众不同的途径 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仪式感无处不在 法国童话小王子里说 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只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也不用激励于某一天或者某一时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追求仪式感 让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让自己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让自己身边的人变得更好